饿不饿,每天至少有三次,你在思考这个问题,但是,你如果把饿单纯的理解为肚子饿,那就错了,为什么会饿,为什么会饿过头? 想搞清楚这个问题,先来认识一样东西,它是你日常生理活动中,或许能量的最直接来源。 当你不停的搬砖,不停的吹牛逼,不停的啪啪啪的时候,血糖就不停的消耗,在你无休止的折腾中,终于,血糖浓度越来越低,怎么办,人体系统一看,也没啥可吃的了,得了,报告给最高领导吧,大脑,大脑手下有两元大将,大脑赶紧下打指令,吃饭,可是有这么一种情况,让你不得不放弃吃饭, 起床矮了,这个时候,你就顾不上吃早饭了,上班最重要,此时,人体中残余的血糖已经不多了,可是还要搬砖,还要吹牛逼,还要,怎么办? 毛主席说过,先解决主要矛盾,再解决次要矛盾,目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保证人体中最重要的细胞,脑细胞,能够获取充足的能量,正常工作, 否则,大脑罢工,整个人体系统都完蛋了,最严重的结果,是你晕倒在上班的路上,于是,大脑在关键时刻启动应急措施, 一,预支体内胰岛素的分泌,二,增加胰生糖素的分泌,胰岛素和胰生糖素的合作堪称完美, 来开源节流的典范,一方面,胰岛素减少,细胞不知或少吃葡萄糖了, 另一方面,医生糖素增多,使得葡萄糖增加了,如此,重新达到了人体内血糖平衡, 这个时候,人体就感觉不到饥饿了,俗传饿过头,但是这个状态作为大招,只能维持一会儿, 如果后续你还是不吃饭,就会再次感到饥饿,长此以往,不利于身体健康, 最后一句话,好好吃饭,好好生活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